你为她拼过命 她为你流过血 告会 现在她就要吓人了 你也应该好好地活着 这才是我的好儿子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香英红 大家好我是桃桃 由唐嫣都肖主演的燕云台 已经走到了大结局 剧中的人都有不同的归宿 肖家三姐妹除了肖燕燕 结局都很悲惨 肖燕燕结局算是最圆满的 却也是一生孤独 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都奉献给了国家 然而剧中最幸福的人 却不是这些主角中的任何一个 而是韩德让的母亲韩夫人 虽然韩夫人细分并不多 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个 夫妻恩爱儿女初喜 家族荣耀一生顺遂的女性形象 无论是韩德让的父亲 还是韩德让 都受到了朝廷的重用 因此韩夫人也是荣耀加深 韩夫人最让人觉得幸福的 不是丈夫和儿子都身居高位 而是生活中的小日子 过得很开心 韩匡司很爱韩夫人 时常给她端茶倒水 照顾她的日常起居 也很敬重韩夫人 夫妻有矛盾时 韩匡司便会细细聆听 夫人的教诲 满满的爱 简直溢出了屏幕 韩夫人能得到 丈夫的宠爱与敬重 是因为她本身也是很厉害的 韩夫人是很洒脱的 胸中有大格局 看待事情永远乐观 韩德让因为和萧燕燕私奔 深受重伤 韩夫人心疼不已 但同时赞同韩德让的行为 暗地里骂名义 韩夫人年轻时候 一定也是洒脱不羁的 丝毫不输萧燕燕 因此为儿子打抱不平 但她同时又是理智的 让儿子看清现在的局面 振作起来 陪韩德让一起喝酒 告诉她和萧燕燕的遗憾没什么 有过那些经历便是值得的 要她发奋图强和燕燕 站到一起 做她的精神伴侣 心灵的陪伴更可贵 叶律嫌死后 韩夫人鼓励韩德让和萧燕燕在一起 韩夫人并不顾忌世俗的眼光 反而数落儿子不肯为自己争取 看得出来 韩夫人是个活得很通透的人 正是因为韩德让有这样一位 睿智的母亲 她和萧燕燕最终 才能修成正果 否则她和萧燕燕之间 将永远遗憾 因此韩夫人是巨州最幸福的人 而她的幸福也不是别人给的 是她凭借自己的力量得到的 也是她应得的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